第三集 瓦上淡淡的霜在朝阳中渐渐融化了 屋顶上就是山 黑压压的一大块 山上无数的树木映着阳光 树根变得非常细 看上去仅仅是一根白线 细得几乎没有了 只看见那半透明的淡绿叶子 梅株树都像一片淡金色的浮屏 浮在那影沉沉的深山里 月香抬起头来望着 上面山顶上矗立着一棵棵鸡毛轴小树 映着天光成为黑色的剪影 山顶有一处微微凹进去 停着一朵小白云 昨天晚上 她从镇上走回家来 看见那上面有一点亮光 心里想着 不知道是灯还是星 真要是有个人家住在山顶上 这白云就是吹烟了 果然是在那里渐渐飘散 仿佛比平常的云彩散得更快些 昨天晚上在黑暗中走着 踩了一脚狗屎 她用一块巢麻布 把那只布鞋擦了又擦 搁在屋檐下硬着 最好是用酒擦 应当到隔壁去借点酒来 谭老大向来喜欢喝两种 但是她又想 现在这时候 谁还酿酒 连饭都没得吃 她又把她的鞋子拾起来 无情无序地用抹布擦了两下 早知道这样 她不回来了 想法子让金根也到上海去 当然这张路条是不容易打的 她回乡下来的时候 那时一申请就领到了路条 因为现在正鼓励劳工回乡生产 所以现在上海街上 三轮车夫都少了许多 黄包车夫是完全绝迹了 可是她总想着 既然还有人能够在那里苦挨着 混碗饭吃 她和金根为什么不能够 又不是缺胳膊少腿 如果两个人都到上海去 阿昭只好送到她外婆家去 交给她外婆看管 每月贴她们一点钱 想必她们也没有什么不愿意 不过她知道 金根是一定不肯去的 财分到了田 怎么舍得走 一走 田就没有了 到了城里 要是真找不到事情怎么办 她总觉得 城里的活路比较多 不像乡下 她可以想象 她自己坐在马路边上 补尼龙丝袜 现在上海 照样有许多人 穿尼龙丝袜 有的是存货 有的是走私运进来的 她的老东家 也许肯借一点钱 给她做本钱 买那么一只小箱子 里面有补袜子 一切应有的装备 到了夏天 没有人穿袜子了 她和金根 可以在弄她门口 把一个设备简单的摊子 给人烫衣服 嘴里含着水 喷在衣服上 她记得 去年这一类的摊子 相当多 想必总是生意很好 摊子定价 总比洗染店便宜 现在这时候 谁不要打打算盘 要是什么生意都做不成 那就只好实施香烟头 滔滔垃圾 守在桥头 帮着推车子 混一天是一天 金根有个表情 是看弄堂的 也许她肯答应 让他们在她的弄堂里 搭一个卢席棚 暂且栖身 苦就苦一点 只要当她是暂时的事 总可以忍受 她总信 她和金根 不是一辈子做憋三的人 然而她突然想起来 有一天在马路上 看到的一件事 身上不油的一阵寒嗖嗖的 有一天 她到小菜场去 路上看见 大家都把头憋过去 向同一个方向望着 有人窃窃私语 哎 看到看到 在住憋三呀 两个警察一边一个 握着一个男子的手臂 驾着她飞跑 向路边停着的一辆卡车奔去 两个警察都是满面笑容 带着一种清热 而又幽默的神气 仿佛他们捉住了自己家里 一个淘气的小兄弟 他们那蓝绿的俘虏 被他们架在空中 脚不粘地 两只瘦削的肩膀 高高地耸了起来 她也在那里笑 仿佛有点不好意思似的 月香好奇地看着她 她小的 她一定也知道 捉了去 就要送去治淮河 送到淮河沿岸的奴工营里 和大群的囚犯 与强征来的劳工 站在河里工作 水齐肚子 她知道 因为他们弄堂里 就有些女人是反革命家属 丈夫正在经过劳动改造 但是这些事 究竟遥远得很 她现在是在 自己家乡的村落里 她叹了口气 回到房屋里面去 支起镜子来梳头 她的乌油油的头发 留得很长 垂到肩膀上 额前与并脚的头发 盘得高高的 这只腰圆镜子 久已砸出一条大裂纹 用一根油污的 红绒绳绑绑着 勉强可以用 平常倒也不觉得什么 这时候她对着镜子照着 得要不时地把脸 移上一下 躲避那根绒绳 心里不由地委屈 有好镜子 轮不到她用 用这样个破镜子 自从到他们家来 从来就没有一样像样的东西 难得分到个镜子 就又给了她妹妹 问都不问她一声 金根嫂 有人在外面叫她 是金油嫂在门口张望着 金油嫂 进来坐 金根哥呢 出去打柴去了 金油嫂听见说金根不在家 方才走了进来 梳头呀 她说道 哎哟 你这镜子可惜 怎么破了 月香心里 正在那里 怕她由这镜子上 又想起那面镜子 她果然就是这样 她憔悴的脸庞 突然放出光辉来 弯下头向前凑了凑 低声说 哎 真的 几时你到周村去看看你那镜子 哎呀 真好看 她小心地四面张望了一下 再把声音那低了点 哎 其实要叫我说 自己留着用用不好吗 这时候还讲什么陪送 现在都不新那些了 新娘子都不做轿子了 都是走了去 不论十里二十里 都是走了去 她笑了起来 她的命虽苦 至少这一点上 她可以说没有什么遗憾 她是花轿抬了来的 你们金花 就是自己走去的 所以我说 现在时事两样咯 不讲究什么陪送了 月香笑了笑 她也知道 金有嫂是个老实人 她说这样的话 是真心护卫她 但是她非常不爱听这话 就像是人家都觉得 金根偏向着她妹妹 都替她抱不平 她笑着叫了声金有嫂 说 哎呀 论起现在 时事两样了 本来也用不着 不过我们金花妹嫁过去 她们周家 不止她一个媳妇 先来的几个 人家个个都有陪送 单单她没有 我们说是时事两样了 给人家说起来 那又是一样的话了 岂不是叫她难做人 金有嫂 你说我这话对不对 金有嫂连连点着头 但是显然并没有听明白 她的话 只是一味点头 心不在焉地说 哎呀 是啊是啊 就像月香 与她想得完全一样 等月香一番话说完了 她又凑近前来轻声说 当时也轮不到我说话 像我们这都是外人 你又不在家 月香非常着恼 把说话声音提高了 脸上的笑容 也更甜蜜了些 其实我在家不在家 都是一样 我从前一直就对她说的 我说你就只有这一个妹妹 家里穷虽穷 妹妹出嫁的时候 总要像个样子 也叫真是不巧 刚赶着她办喜事 碰到现在这为难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好东西赔给她 金有嫂略略呆了一呆 没有什么好东西赔给她 口气好大 仿佛把那镜子看得一钱不值 金有嫂不由得有些生气 月香想出些别的话来岔开了 问起村子里的张家长 李家短 闲谈了一会儿 大家渐渐沉默下来了 然而金有嫂并不像要走的样子 她显然是心里有事 两个老的叫我来跟你说 金有嫂终于捏如着说 脸仗得飞红 他们是长辈 不好意思对你开口 他们要借钱 金有嫂把他们的苦矿 向她仔细诉说 收成虽然好 交了公粮就去了一大半 现在那些科捐杂税倒是没有了 只剩下一样公粮 可是种得吓死人 蚕丝也是政府收买 茶叶也得卖给政府 出的价特别低 哎 今年我们的麻上又吃了亏 金有嫂说 她告诉月香 老头子怎样把麻挑到镇上去 卖给合作社 去得太早了 合作社的干部还没有起床 被她吵醒了很不高兴 睡眼朦胧从被窝里伸出一只手来 让老头子把一缕麻放在她手心里 不合格 她马上宣判 老头子傲丧地回家去 后来她又听见村子里的人说 这些干部没有准的 有时候被退回去的 再挑了去 竟被接受了 还凭了个等外衣 所以老头子又把一袋麻挑到镇上去 那天合作社里挤满了农民 都挑了麻来卖 所有的干部都非常忙碌 有一个走过来 向老头子的麻略微瞟了一眼 就踢了她一脚 不耐烦地说 快挑走快挑走 不合格 他们防她下次再挑了来 把一桶洪水向那白麻上一泼 那是心定的规矩 老头子把一袋洪水淋漓的麻挑出合作社 把担子放下来 坐在河边 他一直在那里坐到天黑 时而大声叹着气 然后他看见金根从合作社出来 金根的麻也被染得鲜红 他的脸也通红的 走到桥边 就赌气把麻都丢到河里去 哎哟 你这是干什么 老头子叫了起来 小心给人看见 已经有一个干部跟了出来 在那里叫喊着 你这算什么 你想讹谁 东西没有用 扔了他总不犯法 金根嚷着 本来你们不要 我还可以卖给别人 你把他染红了 叫我拿去卖给谁 嘿 这家伙真备赖 那干部大声喊着 你当是你把东西扔了 政府就给你讹上了是不是 我晓得你们这些人 没个好的 那这老头子 他指着谈老大 你怎么还坐在这 在这耗了一天了 老不走 你想讹谁 月香听了说 金根就没告诉我这桩事 嗨 他当时是气得要死 金有嫂说 他接着又说起那回 发动大家做军鞋 一家任几十双 黑天白日地赶坐 金有嫂说 他那鞋底 把手指头都磨破了 不要说买鞋面布和李子 就连坐鞋底的破布和麻线 哪样不要钱 干部挨家来访问 坐得慢的人家 就催促他们加紧工作 完成任务 坐得快的人家 就想法子叫他们 再认下二十双 鞋底要坐得厚 坐得结实 干部再三说 我们的战士 穿着要走上几千里地 到朝鲜 去打美国鬼子 要不是亏了我们的志愿军 在朝鲜挡住了他们 美帝 早就打到我们这里来了 搅上了军鞋 跟着又是之前捐款 最厉害的 是那回捐飞机大炮 逼着周村 向这村子挑战 有许多新名词 金有嫂也说不上来 但是她说的 比昨天晚上金根 在枕上告诉她的 要清楚得多 因为金根 总是半吞半吐 遮遮掩掩的 并不是她不肯告诉她 根本她自己心里 也矛盾得很厉害 哎 金根嫂 我告诉你这些话 你千万不要 跟金根哥提起 就是在我们家 两个老的面前 也千万不要露出来 他们要是知道 我告诉你这些话 要吓死了 金有嫂神经质地 痴痴笑了两声 又遍过头去望了望 月香知道 他们怕金根 是因为她当了劳模 唉 早晓得乡下这样 我再也不会回来的 月香说 现在轮到她诉苦了 金有嫂你是知道的 这家子 就靠我月月寄钱回来 一会儿又是小孩病了 这回又是嫁妹子 我一共才赚那么点钱 衣裳 鞋 袜子 铺盖 什么都是自己的 上海东西又贵 哪攒得下钱来 哎呀 比我们总好些啊 金有嫂又把脸凑到月香跟前 轻声说 从前有这话 穷靠富 富靠天 像从前 真是遇到灾荒的时候 还可以问财主 借点来 哎呀 现在是借都没出借啊 她还要再说下去 听见院子门里大门响 连忙去张望 是金根打了柴回来了 扁淡挑着两大捆 支支压压的树枝 连枝带叶 蓬蓬松松的 有一个人高 仿佛有个怪鸟 张开两只翅膀 吸在她肩上 她侧着身子 小心地试探了半天 方才从门里挨进来 她一回来 金有嫂就悄悄地走开了 但是那天下午 村前村后 接二连三 有人来探望月香 都是来借钱的 他们抱的希望非常小 只相当于城里买一副 大饼油条的钱 但是一个个都被月香 蜿蜒拒绝了 他们来的时候含着微笑 去的时候也含着微笑 来的人实在多 月香恐惧起来了 对金根说 我又没有发了财回来 怎么都来借钱 想来是这样的 她微笑着说 一提起现在乡下的情形 她总是带着一种 护短的神器 反正只要从外头 回来的人 总当你是发了财回来 她要她多淘点米 中午煮一顿干饭 她不肯 说 得要省着点吃了 已经剩得不多了 明年开了春 还要过日子呢 哎呀 难得的 吃这么一回 那为什么 今天非吃饭不可 又不是过年过节 你的生日也早过了 她笑着说 她想听她亲口说一声 今天是她第一天回来 值得庆祝 但是她只露出 很难为情的样子 固执地说 不为什么 这些天没吃饭了 想吃一顿 最后 她只好医了它 然而她来到米缸里 淘米的时候 手一软 还是没舍得多拿 结果折中地煮了一锅稠粥 还没坐下来吃饭 金根先去关门 给人家看见我们吃饭 更要来借钱了 哎呀 青天白日关着门 像什么样子 她瞪了她一眼 给人家笑死了 除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门是从来不关的 不论天气怎样冷 结果金根只好捧着一只碗 站在那里吃 不时到门口 去听听外面的声响 她突然紧张起来 哎 快收起来 快收起来 她轻声说 王同志来了 外面已经有一个 外露口音的人在喊 哎 金根在家吧 金根把手里的饭碗 交给月香 匆忙地走了出去 想在门口迎着她 说两句话 多耽搁一点时候 月香把两只碗 放到床上 搁在枕头边 正好被杖子挡住了 看不见 但是究竟是粥 不是饭 得要搁平了 怕她倒翻了流出来 她再去抢阿昭手里的碗 阿昭偏舍不得放手 月香又怕那滚热的粥 泼出来 烫了阿昭 不免稍微愁愁了一下 金根倒已经 陪着王同志走进来了 王同志是矮矮的个子 年纪过了四十了 但是她冒眼底下的脸 依旧是瘦瘦的年轻人的脸 她的笑容很可爱 身上穿着臃肿的旧棉制服 看上去比她本人胖了一大圈 腰带扎紧了 使她胸前高高地隆起 臀后耸起一排骤简 绝得老远 倒有点像个西洋胖 富人的姿态 哎哟 这是金根嫂吧 她客气地说 你们吃饭吃饭 来得不巧 打搅你们 他们坚持着说 已经吃完了 阿昭看见了王同志 也有几分害怕 自动地把饭碗放了下来 搁在椅子上 趁热吃吧 阿昭 不吃要冷了 王同志向她笑 抚摸着她的头发 哟 又长高了 看见她一回高一回 她把她一把抱了起来 举得高高的 阿昭虽然也是暗暗地兴奋 但依旧板着脸 脸色很阴沉 哎呀 王同志请坐 月香含笑说 她赶紧去倒了碗开水来 哎呀 连茶叶都没有 喝杯水吧王同志 不用费事了金根嫂 都是自己人 王同志在椅子上欠了欠身 请坐请坐 月香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昨天才回来的 辛苦了吧 王同志笑着说 月香把露条从口袋里摸出来 递给她看 她一面看一面说 嗯 好极了好极了 还乡生产 好极了 金根嫂 你这次回来 一定也觉得 乡下跟从前不同了 穷人翻身了 现在的政府 是老百姓自己的政府 大家都是自己人 有意见只管提 然后她向她夸奖金根 说她是这里的积极分子 又告诉她 当了劳模是多大的光荣 金根坐在床上扭捏地笑着 没说什么 现在你回来了 好极了 大家一心一意地生产 王同志说道 把生产搞好了 还要学文化 趁着现在冬天没事的时候 大家上冬学 有镇上下来的小先生教我们 金根嫂 现在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 你们夫妇俩 也应当大家比赛 她当了劳动模范 你也得做个学习模范 她呵呵地笑了起来 金根与月香也都笑了 谈了一会儿 王同志站起来走了 夫妇俩送了她出去 回到屋里来 月香就说 这王同志人真好 连开水都没喝一口 从来没有一个人 像这样对她说过话 这样恳切和气 仿佛是拿她当作一个人看待 而不是当一个女人 王同志是个好人 金根说道 但是她注意到 她非常不快乐 因为那碗愁粥 被王同志看见了 哎呀 叫你快点收起来 怎么摸索了这半天 还剩一碗在外头 她烦恼她说 她向她解释 因为阿昭抱个碗不肯放 要使劲抢下来 又怕泼出来 烫了孩子的手 然后她也生起气来了 也都是你 一定要吃饭 我怎么说也不听 真要是听我的话 煮了饭倒好了 谁叫你煮得这样 不稀不甘的 干饭是不怕 泼出来烫手的 好 都怪在我身上 也没看见像你这样 又要吃又要怕 我要吃饭 谁要吃这干粥烂饭 酱糊死的 你不吃就不吃 谁逼着你吃了 她把几碗冷粥 倒回锅里去热了热 结果金根 也还是在沉默中 吃掉她的一份 饭后 她到西边去洗衣服 她蹲在那 十极上的最下层 拿起棒锤来 锤打着衣裳 忽然 对岸的山林里 发出惊人的 咚咚的巨响 她记得 她才嫁到这村子里来的时候 出到这西边来洗衣服 听见这声音 总是吃惊 再也不能相信 这不过是导衣的回声 总觉得是对岸 发生了什么大事 仿佛是古代的神奇在交战 在山高处 在树林深处 静暗的水边 扶着两只鹅 两只杏黄的脚 在淡绿的水中 飘飘然拖在后面 像短的缎带 妈 外婆来了 阿昭远远叫着 跑了过来 她本来预备今天歇一天 明天回娘家 去看她母亲 没想到她母亲 倒已经知道她回来了 马上等不及 就跑了来看她 这样远的路 她很不过意 航船上遇见两个熟人 是她娘家那村子里的人 大概是他们回去说的 她匆匆地搅干了衣服 和阿昭一同回去 金根陪着她母亲坐在那里 她姊妹非常多 母亲只喜欢一个小儿子 一向和她不大亲热 但是几年不见面 见了面 大家不免都有些伤感 她母亲老得多了 大家谈起家族 以及亲戚间的生育 死亡 婚嫁 谈了许久 她母亲说起 心境死了的一个亲戚 说是她给两个干部 倒吊起来打 得得吐血毛病 她说说又咽回去了 只叹了口气说 你们的王同志好 唉 过了一会儿 金根走到院子里去 站在大门口吸汗烟 让他们母女 说两句私房话 他们在里面很久很久 她知道 她母亲一定会向她借钱的 她母亲走的时候 他们夫妇俩 一直送到村口 在这山乡里 太阳一下去 立刻就寒冷起来 满山的灰绿色的竹林子 吸缩吸缩响着 虚出了阵阵的阴风 夫妻俩牵着阿昭的手 站在那里 看老夫人在大路上走着 渐渐远去 金根猜着 月香一定把所有的积蓄 都借给她母亲了 她仿佛很不快乐 月香回来了没有多少天 已经觉得完全安顿下来了 就像是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 早晨 金根在院子里工作 把青竹竿抛成两半 削出薄片来 然后她稍微休息了一下 她从屋子里拖出两只 已经完工了的大竹筐 多过一张椅子 坐了下来 对着两个竹筐吸汗烟 欣赏她自己的作品 竹筐用青色与白色的灭片 编成青与白的大方格 很好看 她坐在地上 把长条的竹片穿到筐里去 做一只饼 坐坐热起来了 脱下棉袄来堆在椅子上 一个远房的堂兄弟 肩上担着十几根 几丈长的颤巍巍的竹竿 从山上下来 走进院门 把竹竿掀在地下 呼啰啰一声 惊天动地的巨响 金根只顾边她的篮子 头也不抬 月香走了出来 坐在檐下 捕坠她脱下的那件棉袄 两人都迎着太阳坐着 一前一后 太阳在云中时时出没 几次三番 一明一暗 夫妻俩只是不说话 太阳晒在身上暖哄哄的 月香觉得腰里痒起来 掀起棉袄来看看 露出一大片黄白色的肉 她骚了一块痒 把皮肤都抓红了 然后她突然疑心起来 又把金根那件棉袄摊开来 仔细看了看 什么也没有 于是她又把她的袖子掏出来 继续补坠 金根做好了一只篮子的饼 把一只脚踏在篮子里 试着把那只饼往上提了提 很结实 谭老大两只手捅在袖子里 匆匆往往走过去 但是一看见那新篮子 就停了下来 把一只脚踹进去 拎着饼试一试 试完了 一句话也不说 就又走了 别的本家兄弟书掰 在院子里经过 没有一个不停下来的 全都把脚踏在篮子里 试一试那只饼 老不老 然后一语不发地走了 月香在一张露天的饭桌上 摆下了碗筷 桌子正中 放了一碗黑幼幼的咸菜 旁边一只高高的木桶 盛着粥 阿昭不知道 怎么这样消息灵通 突然出现了 在桌子旁边转来转去 金根愉快地 向那孩子大声喊着 其实完全不必要 他早已等不及地 把自己的一只椅子 搬了来了 他第一块 就夹了些咸菜 搁在他碗里 月香几乎碰都没碰的咸菜 仿佛一个女人 总不应当馋嘴 人家要笑话的 但是金根吃完了一碗 别过身去成粥的时候 他很快地夹了些菜 连夹了两块 一只黄狗 钻到金根椅子底下 寻找食物 一条蓬松的尾巴 在金根背后摇摆着 就像是金根的尾巴一样 谭大娘在旁边走过 特地探过头来 看明白了 他们吃些什么 然后一言不语走了 近来谭大娘 和他们比较冷淡 因为她疑心 金油嫂老是在背后 对月香诉苦 说她的坏话 恨她唠叨 恨她整天找茬子磨人 金油嫂背后抱怨 当然也是事实 白粉墙高处 画着小小的几幅墨笔画 一幅扇面形的 画着一簇兰花 一幅六角形的 画着琴囊宝剑 都是些距离他们的生活 很远的东西 和月亮一样远 最上面的一幅 做长方形 经过半世纪的风吹雨打 已经看不清楚了 如同早晨时候 天边的微月 金根先吃完 她多转椅子 似乎是有意的 把背对着月香 勾搂着抽汗烟